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熟悉吗 这个也是需要 就是怎么处理人际关系啊这些 这是需要学习的 你就不会慢慢学呗 没什么不是逆缘 也不是把每件事情当人 逆缘也可以转散的 如果你会的话 逆缘也可以转散的 你也很善良 你会在乎大家的接受的 如果你挺在乎他的接受 但你没搞出来 没搞得他很开心的话 那你肯定是不会呗 是吧 安住先你一定 既然你不会那么 你先以不动一万变吧 以不变 你什么都说你安住 你不知道他怎么了 你也不会处理让他开心 那你就不动吗 学会看学会听 而不是学会调解 有时候有些事只需要听 只需要看 他就自动解套了 你看个聆听 这个不需要学的 因为你本来就会嘛 你坐在这儿 他跟你说说 哎呀我有很多问题 很多问题 你听完了 也许他就没问题了 是吧 有时候他只需要跟你说 尤其亲人之间 他不需要你帮的 有时候 除非他直接说 你帮我 帮我 业力有关系是吗 没关系 就是远 有的人就是近 是吗 看我们同学和父母关系 缘分 缘且缘和 就是没什么 你就修你自己吧 不用管 这些事都不影响你的程度 不影响你修行 也不影响你生活 这些不怕的 其实我还是很牵挂 就算缘近也不代表 两个人能够说是 你能理解他 是吧 你说两个人很有缘 缘生的不得了 每一世都是夫妻 每一世都是朋友 见面也照样吵架 打架 怎么能理解 这一世又是这一世的事情 时过境迹了 性格也变了很多 他上次是个男子 被变女的了 是吧 你怎么教我 你那经验不起作用 你上一世是对那个男人说话的 这一世他变女人了 你能把他当男人吗 是吧 所以上一世的经验没用啊 是吧 那这一世也要以这一世的角度 来做事吧 我就是过年过节啊 都小单一 就单一啊 嗯 嗯 孤单 嗯 然后有时候他们分享 他们的这种 家庭的这种氛围 氛围 你就很羡慕啊 嗯 他们有没有羡慕你的 我就不敢分享 是吧 有的人 人很多 孤单的活着 知道吧 有的人一个人呆着人家活得很 是吧 很不孤单 是吧 很自在 所以这个人多人少说 跟家人从不走 跟孤单没关系 这个是你自己的角色和体验 你喜欢求一句说 跟妈妈爸爸在一起的生活 但恰恰没有 那就孤单吧 怕少呢 羡慕别人 孤单 这很正常人力的正常反应啊 人力是有这种体验的孤单寂寞 反应正常这些都有啊 你是个人啊 你千万不要 要这个角色不要那个 你就是这样的 然后你你你你体验什么在于你的头脑 有的人也孤单 人家还是孤儿的 你这个还是离得远 人家全是生下来的 妈妈爸爸就走了 人家还不孤单啊 不是因为妈妈妈 不是处不好关系 至于认知啊 你要圆满你的智慧 所以你刚才那些问题 全都解决了 你就按佛菩萨的直接来做 你的那些问题不是问题 那些不怕的 而且目前它也不是很严重的影响你的生活 齐居一时 就这么孤单的走下去 好好修行 你在乎我妈妈 嗯 谁不在乎妈呢 谁也在乎 要不恨她 要不爱她 要不闹别扭吧 就是我妈妈也生活 你妈不在乎你妈 她也在乎 但是我们之间就很难 是蛮难的 这个我很难教 一般你还这个父母 只是你说沟通理解 这个很难的 大部分都是互相相近如并 是吧 我给你买点东西 你也不要说我 是吧 分手过节去看她妈 你说有几个说 妈妈爸爸是你的好朋友 我妈妈也是个孤儿 然后我就对情感这一块 就是感觉 需要情感这一块 所以说就比较执着于情 明明情 明明情 但现在许佛 那不叫执着 你体验着人力挺的绝受 那不叫执着 你想要或者不要 你也没有太大 你只是想改变这种状态 努力啊 能改变就改变 改变不了就这么吧 能怎么样呢 我们修行不是说坐在这 哎呀这个房间 比如修行这个世界 你刚开始一修行 你的妈妈爸爸 把你的人情事故 这些名利企业 或者亲情与爱情 已经向这个房间摆的一切都写了 已经就是定了 已经是 就是现状 修行的人不是说 哎呀我先改变了这个现状 我再修行吧 哎呀我先改变了这个 这不是修行啊 是 就在这个现状里 你能够利用什么来修行 工具 比如坐垫是可以利用的 哎 我家里一个坐垫 摆过来坐上了 是吧 圆圆的 好我坐上坐垫 还有 哎经典是可以利用了 一纸 然后情感这些东西 也是可以利用的 是 不影响你的心态 叫 不必静转 因为你妈会骂你 你爸会骂你 你还这个说 你等等啊 各种啊 他们就是解验你的 哇 就像那树玉 树玉金风不止 就像那大风 十二级的 有的是咆哮的说 有的是打你 啊 各种各种来了 那种风 就吹过来了 然后你如如不动 是吧 你不是说 十二级 我把你改成十级 改成九级 你在红尘里边 一切是这样做的嘛 你努力的 想改变你妈 你爸 你身边的人一切是 现在修订 你不用改啊 他们大 你如如不动 功夫高嘛 是吧 你就不改变自己了 先改变自己了 你就不改变别人了 突然有一天 你发现 当你在改变 你的智慧圆满的时候 哎 你妈那十二级台风不出来了 是吧 你就发现哦 原来是有因果的 我这边改变 你知道一个人成道以后 在道业上 他登地或者成道 他已经不是他自己了嘛 就是你在改 你不断的在改 有一天 你连人道都 你可以说你连人道都超越了 就是说你这一世 你的因果怎么世界 你已经不是这一世了 就是你活成别人的 就是说 你跳出山不在我街 你的因因果果都行 每一世都不 就是说熟的 熟的抱都不一样 你跟你妈 比如说逆缘 你活你上 比如说哎 举例啊 比如我跟她是逆缘 我在修道歉 比如我跟她是逆缘的话 我跟她吵架或者什么 那那财草 我跟她上一次是逆缘 我跟她上一次是逆缘 但是你修行你不是活上一次啊 你活成上次 跟她错过了 她已经看不见你了 就算你已经错位了 你不是活上一次啊 你改变习气了 你这个她相遇的时候 你已经不是女人了 你活成另一个女了 你的生生世世是不同的众生 是吧 她也许很喜欢猫 你的上上世世是这猫咪呢 是吧 上一次你跟她都是人类 两个吵架嘛 然后呢 突然你改变了 你还成上一次 上一次变成猫的习气了 或者狗狗的习气了 她特别喜欢猫 她特别喜欢猫 不就喜欢上了 是吧 你不是活这一世嘛 嗯 修行可以突破维度 突破是这些时空 都能突破 你能活每一世选择 当然现在是选择 不要是他们选择我们 强制我们活 对吧 现在因为你不值得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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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